另一方面 先前拒绝使用阿斯利康疫苗的沙拉越州政府态度大转弯 沙拉越新冠肺炎免疫特工队宣布 州政府已经同意在当地使用阿斯利康疫苗 并采用和雪龙地区一样的先到先的预约形式 让民众自愿接种疫苗 沙拉越新冠肺炎免疫特工队发文告指出 当地政府先前不使用阿斯利康疫苗 主要是不希望民众对这款疫苗感到恐惧 进而影响州内的接种计划 然而政府在民调中发现 有超过五成的民众愿意接种阿斯利康疫苗 因此才开放使用这款疫苗 当地新冠疫苗咨询小组建议 这款疫苗让60岁以上的长者接种 并强调这款疫苗副作用风险极低 在每100万剂中只出现6.5例 显示高风险群体接种疫苗的效益 远远低于副作用的风险